年始攻略袁春望太心机 被各种人利用,欺辱,他恨紫禁城里面的所有人,所以,他要报复,然而,魏英洛的出现,让他重新看到光明,但是,魏英洛最终成为了皇上的嫔妃,两个人开始反目了,袁春望就像是一条毒蛇,他和魏英洛一样,都是非常冷血的动物,在紫禁城都是为了复仇而活,因为袁春望知道自己是雍正的私生子, 所以找的八王也没想到被他害的成为了太监,后来他就开始怨恨,怨恨爱心觉罗,怨恨整个紫禁城,之后就开始了疯狂的报复,袁春望的身世整得太悲惨了,明明是一个皇子,但是,却沦为了太监,还不能说出自己的身份,因为说出自己的身份,没有人相信,还会引来杀身之祸,袁春望和魏英洛两个人关系, 越来越亲近了,两个人相互取暖,照顾,结盲,兄长,情人,越来越发现袁春望是一个心急不二太爱而不得,最终黑化,英洛被封为贵人,本来袁春望喜欢魏英洛,复航走了,袁春望本来有一丝希望,没想到魏英洛成为皇上的人,魏英洛嫁给了自己最恨的人, 所以,他要报复为英洛,袁春望因为英洛即将离开元明园,进攻成皇上的贵人,曾经两个人说过要一起在元明园同甘共苦,他也因为英洛放弃了许多节节高升的机会,最后他觉得,英洛背叛了他,也因为他对爱心觉罗,夹得恨自己受尽吃辱 他告诉英洛,他嫁给谁他都会祝福,除了皇上,后来他决定投靠玄妃复仇,为了只是想换了英洛的一句后悔,袁春望和魏英洛,两个人,的关系在后面会发现转变,袁春望最终黑化了,他和魏英洛摆目,最终因爱诚恨,袁春望真的是本剧最悲衰的一个人物了 袁春的脸则证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